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Jucky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非常让我激动的视频 就是要和大家分享2021年度最爱 那我平时是一个不做任何医美 也不用任何美容仪器的人 我自己的护肤就完全靠这些瓶瓶罐罐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我在2021年度用过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包括各户类的产品 OK,在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皮肤的一个基本情况 我是34岁偏首领的肌肤 然后我是中性皮肤 到冬天会略微有点干 生活在加拿大比较干燥的地方 OK,那我们先从洗面奶开始 洗面奶我今年用到一个真的是新的发现 而且它非常的好用 它是CeraV的Hydrating Cream to Form Cleanser 它的特点首先第一个 它是氨基酸发泡的 所以说非常的温和 洗完了之后你的脸不会有那种拔干的感觉 第二就是它这个品牌就是无添加很天然的 所以说你不会有各种什么香料或者怎么样的添加剂 非常的安心使用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洗泄二合一的 你把它挤开来它是那种cream 然后你加了水就可以揉搓出很多很绵密的泡泡 然后这些泡泡就是可以帮你卸妆的 它不单单是一个洗面奶 它还有卸妆的功能 比如说我平时化了妆的话 我就会用一个眼唇卸妆液呢 先把眼唇的妆卸掉 然后面部的妆呢 我就直接洗脸的时候用它 它卸得很干净真的很干净 如果说你平时只是用一个防晒的 那你也不需要再去卸妆 你直接用它 你们看这个是我已经空瓶了的 空瓶了之后呢 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呢我就又回购了 而且回购了一个更大瓶的 因为这一款呢 真的是便宜大碗又好用 所以我要把它推荐给大家 卸妆油呢 今年我没有用到什么新的东西 而且呢有了它之后呢 真的它已经代替了我平时用的卸妆油 所以呢就没有新的东西和大家介绍了 那我们就走到下一个part 就是toner 那今年呢 我最爱用的还是它 Lamere的精脆水 它呢是一个精华质地的化妆水 它是有一点黏黏稠稠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说过 这款海洋之谜的精脆水呢 是目前为止 用了这么多年海洋之谜之后 我最喜欢的一款产品 比如说早晨 我出门比较着急 我就用它代替了化妆水和精华 这两样东西 我就不用精华了 用完它 然后直接就上面霜 因为它的滋润度真的很好 它是可以给你的皮肤一个深层的滋润 而且呢它有修复的作用 抗老的作用 并且呢让你的肤色非常的均匀 就是你的脸用完了呢 就是痰痰的那种感觉 它的用法呢就是取两三滴啊 在你的掌心然后搓一下 就按在你的面部 让它慢慢的吸收掉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海洋之谜那个 很香香的那个味道嘛 非常疗愈 非常贵妇的味道 然后你每天早上用它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 这一瓶呢我也很推荐大家 接着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今年用到的很好用的精华 首先第一个精华呢 就是这个use to the people 15%的维他命C的精华 use to the people这个品牌呢 它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它非常出名的呢 就是他们家那个洗面奶 他们家那个洗面奶 我也用过非常的好用 我那个时候在网上做功课 做维C精华的时候呢 我就做到了这一瓶 看到了这一瓶 我一定要试一下 然后就买来了 买来了之后用完呢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用 它的VC的含量呢 是15% 除了VC之外呢 它里面还有咖啡因 所以呢 它是很适合 每天早晨来用的一个精华 你在每天早晨用完了之后呢 不仅有了VC的保护 可以帮你抗自由基啊 而且呢 咖啡因可以帮你消除面部的浮肿 基本上我每天早晨起来呢 脸都是特别肿的 所以这一款精华呢 用完之后真的是赛衣 非常的舒服 那它还主打一个亮白和淡斑的一个效果 它的那个淡斑的效果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斯芙兰上面 别人用了四周之后的一个前后对比图 那因为呢 我本身脸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斑嘛 所以说淡斑的效果呢 在我的脸上并没有很明显 就是没有那个图那么的明显 但是呢 我可以感觉到它那个亮白的效果 我觉得用完之后 我的脸真的就是很亮吧 就是有那种glowy的感觉 而且它的VC的含量也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说你在找一款VC精华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一款 第二款要和大家推荐呢 是OLED的 Regenerist Hydration Serum 它呢就是一个保湿精华 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玻尿酸 用玻尿酸来保湿嘛 但是用过很多很多种玻尿酸精华 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 就是因为它用完了之后给你的脸的感觉 敷感非常的好 我觉得它的配方或者说是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因为玻尿酸的精华 用完了之后大部分给人的感觉都会有一点黏力感的 因为玻尿酸本身它就是一个有点黏性的一个东西吧 那它就和普通的玻尿酸精华呢 用完之后敷感完全不一样 你不需要说我用完玻尿酸精华 我再等它吸收 等个几分钟之后 再用下一步的保养程序 不然的话你会担心搓泥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 但它不会 它就是吸收的非常的快 用完了之后就是水润 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一个非常简单的补水的精华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它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面霜 面霜经典用了很多很喜欢的面霜 首先要和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Neutrogena路德清的A纯面霜 它叫Rapid Wrinkle Repair 这款面霜呢 我原本以为它的A纯的含量不高 后来我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 其实它的含量并不低 它是0.29% 虽然你听0.29%这个数字很小 但是对于A纯来说 这个含量真的是不低了 还有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非常的滋润 这一罐呢已经是我新开的一罐了 之前已经用空瓶了 它主要针对的呢就是Rinkle Repair 淡纹的 它可以淡好像抬头纹啊 眼部的鱼尾纹啊 然后嘴边的纹啊 或者说是这个法令纹 它的那个质地呢非常适合晚上用 也非常适合秋冬天来用 因为它真的是还蛮滋润 蛮厚重的一个面霜 因为它里面是有添加A纯的 所以说你在用它的时候呢 是需要建立皮肤的耐受性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的A纯的含量已经达到了0.29%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能每周用一到两次 每次呢只要用黄豆粒大小的就够了 你不需要用很多 很多也不会增加它的效果 你就要用这么一点点 你再慢慢的慢慢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我即使说是刚开始频率用的很低 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出现了那种 不耐受的反应 好像泛红啊发热啊 但是呢就是你不用太紧张 因为在建立耐受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你会出现皮肤的这种问题 我一旦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停用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 再慢慢的开始用 大概我出现了两三次这样子的情况 现在我在用的时候呢就不会了 你在用A唇的任何产品的时候 你出现了皮肤的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先太紧张 你可以停用一段时间 然后再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增加 就是不能心急吧 等你的皮肤建立到了 它的一个耐受性了之后呢 你才开始频繁的使用它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看着它的效果就越来越明显 因为这款呢也是可以去鱼尾纹的嘛 所以说它也是可以用在眼周的 大家还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 你眼部敏感和对A唇敏感 其实是两个概念 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皮肤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不表示他不能用A唇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他的面部不是那种敏感 其实但是他用A唇 就是很难建立这个耐受性 所以说护肤这种东西你就是应人而异的 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 因为它的价格呢也不高 所以一事无妨 接着呢我要介绍的是第二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是一个果货品牌 我觉得是一个果货之光 就是每当我的皮肤在用A唇的时候 出现了耐受性的问题 发红啊发痒啊 我就会用它 它就是威诺娜的书名保湿特护霜 这个特护霜呢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已经用过了 后来呢因为就是身处国外 就没有办法淘宝嘛 这一次呢我爸妈过来呢 我就一定要叫他们帮我带了这个特护霜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 我一直是处于一个皮肤很容易敏感的一个人 特别是换季的时候 所以我家里面会常被好像雅样啊 或者是理肤全的B5啊 这种面霜 但是没有一款是效果像它那么好的 它的舒缓的效果就是精为天人吧 我皮肤出现那种红肿 这种干痒 然后发烫 用它之后没有到半个小时吧 就是这些症状马上就被舒缓镇定下来 它镇定皮肤的效果真的是一级棒 这款面霜呢主打也是修复维稳的 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成分 没有添加各种不好的东西 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呢就是云南的马齿线精粹 这个成分呢就是用来给你舒缓的 soothing的一个作用 它里面另外一个主要成分呢就是云南的雪山青刺果油 这个成分呢可以增加你细胞的强韧度 然后呢帮助烟纤胺的合成 所以达到一个让你的皮肤更加稳定的作用 同时呢还能补充你皮肤当中的织质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这罐修护霜的 就在我皮肤就算是太阳晒红啊 或者说是用A唇出现的不耐受啊 又或者说是换季的时候皮肤那种干痒啊 我都会就把它拿出来用 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很好 它是你按压式的泵头 我觉得非常的卫生 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每日保养的一个程式 就是只有在我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我会去用它 它在夏天的时候呢 整个质地呢就是非常清爽刚刚好 但是在冬天 特别是在这种加拿大那么冷的冬天的话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我用它皮肤还是会有一点干的 所以说我冬天的时候如果用完它的话 还会加一个好像理肤权的B5这样子的 比较有油润感的一个面霜呢 再叠加一下 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干 那这就是我很真实的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感受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就是欧莱雅的俗称是大红瓶吧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保湿的面霜 它的面霜的质地呢又是非常的厚重 有一点类似于就是它那个质地的厚重的程度啊 有一点类似于Lamia的那个面霜 建议大家呢都是要买这种无箱型的 我今年就是一进入到秋天新加拿大开始有一点冷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用它了 因为它的滋润度很好嘛 就是非常的保湿 用了整个换季原本呢 我可能会出现那种皮肤会有点干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这一次在换季的时候用它我整个换季的过程都没有出现皮肤干的问题 所以呢我还是很感谢这一瓶的这个大红瓶 刚才录到一半我的唇粗它没有空间了 然后刚把东西倒出来 现在重新开始 每一次我要录很重要的视频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今天在录视频之前嘛 因为看到早上太阳怎么这么好 我想说今天一定是一个录视频的好日子 然后我就开始化妆啊收拾啊准备啊 然后等我所有东西都setup好以后呢 太阳就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打了一个灯 OK我们继续回来 就是这个OLED的大红罐呢 我推荐给干皮的妹子们 包括你像我这样子有一点初老 需要一些保湿力的 你就可以选择它 接着我们来说防晒 防晒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是懒得擦防晒霜 但是现在每天不管是阴天雨天 还是只要是我要出门 我就一定要擦防晒霜 甚至我在家里我也会擦防晒霜白天 因为太阳会折射进来 阳光会折射进来 其实防晒对于我来说 我真的不是怕它晒黑 我怕它是把我晒老 包括我现在就会有一些晒斑在这里嘛 因为我平时开车 开车的话就是太阳就是一直从这里晒到我的脸上 所以呢我这边的脸上呢就会有一点晒斑 然后这边呢就没有防晒 每天都要防晒 特别是你还在用什么早期晚A的防晒必不可少 那今年我用到的防晒呢 用到两个新的防晒很喜欢的 就想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是Murad Murad呢是一个美国的皮肤科的品牌 他们品牌呢主要就是抗老啊抗痘啊等等 他们品牌呢出很多非常有效的精华 像他们的VC和VA的精华呢 也是非常的出名 这次黑五呢我就下单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 我非常期待用他们 这款呢在他们品牌里面呢 并不是那么的出名 它是他们家的一个SPF50的物理防晒 这款物理防晒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10%的氧化鲜和2.7%的二氧化钛 它除了可以阻挡UVA UVB之外呢还可以阻挡空气中的污染啊包括蓝光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是我用过所有的物理防晒当中 唯一一款让我觉得不反白的 因为用物理防晒的朋友就知道基本上你就是涂一层白膜在脸上的感觉 但是这一款呢就不会 我在化妆之前用它呢也会特别的安心不会担心那种什么让你的皮肤太白啊或者搓泥啊 又或者我平时出门的时候我也会用它 因为它不会像其他的物理防晒让我的脸感觉像是一个白色的面具 就会很自然的颜色 它其实挤出来呢是一个粉粉的颜色 然后擦到脸上呢就很快会被吸收的 很喜欢这个物理防晒 我们在买护肤品的时候呢以前我会特别注重它的成分 但是呢现在我了解护肤品越来越多呢 除了成分之外呢这个品牌所用的技术呢或许比它的成分会更重要 相同的成分呢如果说你有很好的技术你在你脸上的表现就是会更好 所以他们家的这块物理防晒呢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它这里面还有一些抗老的成分就是在你防晒的时候呢也会给你一点抗老的作用 这罐呢我一定会是继续在回购的 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叫秀夫生 它是一个激光养肤防晒是物理和化学相结合的一个防晒 秀夫生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我这一次要录这个视频我去做了一点功课 其实它也是一个医美的品牌 之前呢我是看到了李佳琪的一个关于今年他出了一个防晒的视频 介绍了各种各样的防晒他就去做检测了 这款防晒检测出来它里面的成分呢也是非常的安全 然后我就种草了当时正好看到小红帽上面开始有卖这个牌子 我就买来试一下就一试就很喜欢 它是挤出来呢是那种白色的质地 而且呢不油不腻不会反油 因为很多的防晒你用的都会反油很怕那种防晒 这款就不会 它的SPF有50加PA三个加 而且呢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就是护肤型的防晒 就是还可以帮助你皮肤变得更好 性价比呢也要比刚刚那款木拉德的更高 相同的是呢他们都是SPF50的 所以说你在基本上任何的情况下也就都可以用 它挤出来呢你还会闻到一个香味 这个香味呢并不是那么贵妇的香味 有一点像以前那种怀旧的化妆品的那种味道 但是不会说是特别香特别刺鼻 你用一会儿呢一会儿也就会感觉不到它那个味道了 但是它整个使用的感受呢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我也会回购 接着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用的面膜 这款面膜呢我可能之前也介绍过的 我爱它已经不只是2021年了 其实已经有用了它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 就是这个富尔加的黑膜透明质酸纳的黑膜 那它里面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 一盒呢是有五片吧 对它一盒呢是有五片富尔加也是一个国产的品牌 真的我现在国产品牌的护肤品越做越好 而且很多让我用完了之后都会觉得要比国外的大牌的效果更好 这款呢是黑膜它还有一个成分一样的白膜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黑膜呢 黑膜呢就是吸附性更好 等你用过黑膜可能就不太会喜欢白膜附在脸上那个感觉 所以我现在一直回购的呢就是黑膜 但是黑膜呢要比白膜稍微要贵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购 都要选购就是这个医用透明质酸纳修复贴 它适用于中度和轻度的挫窗 就是那种痘痘肌你可以贴它 它的修复效果非常好 镇定修复的效果很好 而且它可以用在医美啊 好像激光啊光子之后都可以用 还有就是晒后也可以用 在你皮肤出现任何的问题 就是不适的时候都可以来用 那我用它呢就是我皮肤用A唇的时候 不耐受的时候我就会用它 每一次只要用完一盒 一盒有五片嘛 我就每天敷一片敷五天 我皮肤上面的各种问题都会没有了 它的soothing的效果非常的棒 它这个呢每次你要贴大概30分钟 20到30分钟我都会贴到30分钟 让它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还有一个使用它的方法呢 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明天要出去暴晒了 我暴晒前一晚我肯定会先用它 就给自己的皮肤呢做一个好像是预防的工作 然后第二天如果我晒完了一整天回来 我还会再用它就这样子搭配的使用 即使我皮肤经过了一整天的暴晒了 也不会出现那种褪皮啊或者不适的情况 它这个后面还有介绍自己可以用于创面的复合 包括你有痘痘的时候那些色素沉淀 它可以淡化你的色素沉淀 总的来说呢是一块我一直在爱的面膜 用了它之后呢我现在好像已经基本上不太需要其他的面膜了 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它是属于医疗器械产品 所以你在用之前呢可以上它的官网啊 多做一点功课看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适合用 我用了两三年下来呢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而且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款面膜 护肤品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今年最爱的这个兰蔻的新一代的发光眼霜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用的就是兰蔻家的精唇系列 精唇系列不管是面霜还是眼霜呢我都很爱用 而且都是效果很好 那这一次呢我就是购买了它新的这一代的发光眼霜 用完了之后呢我觉得真的也很好用 完全不输精唇系列它的整个的质地呢我觉得是比之前的更滋润一点 就是质地更厚重一点 但是它完全不会说你用在脸上觉得更油一点 没有它在你脸上的使用感呢就是一如既往兰蔻家产品的清爽的感觉 就是清爽又滋润的那种感觉 它呢主打的就是淡化眼部的细纹 然后淡化黑眼圈 以及强韧你眼周的肌肤 那对细纹呢我之前也说过 因为它给你皮肤的滋润的感觉 让你眼下的肌肤呢就好像是很充盈的感觉 所以你的细纹呢也不会说看起来非常的明显 如果你的细纹本来就不明显的话 你用了它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细纹 但是你不可能靠一瓶眼霜把你眼部的细纹就去除了 那是不可能 它只能说就是从视觉上面来给你淡化细纹的感觉 总体来说它的使用感呢还是很好 效果也是很好 所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没有预算去买精纯眼霜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个 那它的价位呢就要低不少 但是效果呢真的也不差 兰蔻的发光眼霜推荐给大家 以上呢是我2021年非常最爱用的护肤品 下面呢我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2021年我最爱用的各户产品 首先呢我想说从截面金开始说吧 今年用到一个新的截面金 就是这个耳目桃的 它呢上面呢都是写着韩国字和英文 但是我又在后面看到呢 它的产地呢是中国的安徽 所以我怀疑呢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品牌 或者是外销韩国的 那它叫耳目桃 我之前呢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 后来呢也是就是在小红帽上面购物的时候 看到了之后呢就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买回来了 因为你想截面金这种东西 你就算买错了也不会损失很多钱 我就买回来没有想到那么好用 你看它这个里面呢就和ITO原本用的那个截面金 就是其实差不多的 这样子一卷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抽出来嘛 为什么喜欢它呢 就是ITO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截面金 你用完了之后在水里面冲完呢 它的质地呢就会相对它来说要薄很多 这款截面金呢质地要厚实很多 我不知道在镜头前面 我试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在镜头前面呢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它的这个质地 就是很厚实 你就感觉到它是用了料的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是洗那种泥状的面膜嘛 需要用到水的 它在水里面我冲几次搓几次嘛 它还是可以完整的保留它原本的形状 不像ITO的那个可能你就用了水之后呢 它就开始有一点点开始要烂掉了 这个就不会 它质地非常的实在 我还买了他们家的那个美妆袋嘛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以后呢我可能会再尝试一下尔木桃他们家的东西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性价比都是挺高的 接着来介绍一下化妆棉化妆棉嘛 基本上是每一个女生每天都会用的 即使你不化妆也会用到化妆棉 先来说这个神水化妆棉 这个是尤尼家的一个二分之一神水化妆棉 之前用到那个就是蓝色的那一款 它呢要比蓝色的那一款质地更加的柔软 可惜我现在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它就是质地更柔软一点 我下一次应该不会再买蓝色那一款 应该会直接买这款黄色的了 就是在你浸上化妆棉再往脸上抹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像蓝色的那一款呢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拉扯感 这一款呢就会要好很多 你是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更柔软的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要用化妆棉啊 或者要湿敷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试一下这一款 再来呢就是卸妆的时候用的化妆棉 我也是推荐这款尤尼家的 那其实化妆棉这种东西怎么说 现在好多品牌都做的已经很好了 这款呢可能是综合好像性价比啊 使用感啊质量啊 就会经典呢就会觉得更喜欢用它 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是新的 它是这种两边粘住 中间呢好像是可以打开一样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棉花呢是非常厚实的 然后非常柔软的 然后两边呢它是定住的 这样子的一个化妆棉你敷眼睛啊 敷什么啊我觉得它的厚度呢就刚刚好吧 不会说那种特别薄 你一进卸妆水就会觉得 哎呀怎么就那么薄一片 就是它那个厚度也刚刚好 大小也刚刚好 柔软度也刚刚好 所以呢综合所有的因素呢 今年我最喜欢的化妆棉呢 就是这个也是油腻加的 这款绿色的化妆棉 下面来说说今年我很爱用的洗发水 那我在爱用品里面11月的爱用品里面已经和大家推荐过了这个Weed 当时呢我只推荐了这个洗发水 那这一次呢我要和这个conditioner护发素一起和大家推荐 我是一个挺偷懒的人 如果说我洗发水用完呢 头发不干 我就懒得用护发素 后来呢也是因为要拍视频 我希望给到大家的信息呢就是更准确一点 所以就上网做了一点功课 然后发现这个原来是一个宝贝 就是你用它洗完头发 洗发水洗完头发 然后你就用这个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呢 它的配方呢是可以从发根一直用到发尾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好像以前我用的那种护发素 基本上你就是要用发尾嘛 因为它说你如果用到发根的话 会产生头皮屑啊等等 这款呢就是它的配方 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从发根用到发尾 我今天呢就是用它洗过了头发 这个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头发的质感 就是它还是挺亮挺顺的 我就真的完全没有用造型品 我就是洗完了之后用吹风机吹到半干 然后它就自己干了 没有用任何的什么护发油啊等等 就只是用它们洗了而已 而且有一些就是你们看不到的变化 是我自己可以感受到的 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头皮屑 原本呢我感觉多多少少吧 都会还有一点头皮屑的问题 就是现在呢就是完全没有头皮屑的困扰 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就是掉发掉的比以前少了 嗯你很难说你完全不掉发 但是我用它这一大罐用完了之后 就我现在洗完头发吹头发 掉下来的头发我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地上头发变少了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你头发发根啊各方面都给了一个很好的养护吧 现在呢我是也是在用V的这个detoxin的一个shampoo 那一款shampoo呢 我更喜欢这个thick ear shampoo 因为我头发就是很多嘛 所以我很需要可以让我头发每一根发丝都洗干净的这种shampoo 这个shampoo呢就是真的好好用 发比较少的正常头发的 头发比较多的 它会有不一样的产品 大家可以任需去选购 我也希望你用完了之后可以和我一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头发变好的一个现象 今天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一个2021年的最爱呢 就是这个染发膏 它现在呢只有一个壳子了 爱莫莉的这个泡沫的染发膏 我给大家推荐的颜色呢是mat 其实呢我现在头发上就是用它染的 你看它那个包装盒上面的这个颜色呢 其实和我染完了之后呢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泡沫的 在自己在家里面染的这种染发膏染成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买浅色一点 如果你买的颜色是比较深的话 基本上染完和你原本的头发差别不大 那这个这款呢染完呢 我还是可以看 感觉到它是有不一样的 是比我原本的发色要浅的 它好用呢就是好用在 它里面有中文的说明 虽然爱莫莉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但是它里面有中文的说明 而且它一整套东西非常齐全 包括什么手套啊 包括护就是护肩啊 好像围兜啊这样子的东西 它里面都有 而且它整个配方呢 就是没有那种以前的染发膏 那种刺鼻的味道 味道是很清新的 很小女生的那种 我觉得唯一要注意呢 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染头发的话 不可能像去理发店染的那么的均匀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 头顶好像染的太少了 然后其他地方染的太多了 就是这个需要你慢慢的去练习 让你的染发膏在你头发上越涂越均匀 但总的来说它很方便 然后又不贵 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染发 大家可以新年的时候 想要把头发换个颜色啊 可以买来试一下 2021的年度最爱呢 我就已经全部都奉献给大家了 所有东西呢都是我自己用完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如果里面有一些东西呢 你并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肤质啊 各种情况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也有那种特别好用 特别想要推荐给我的东西呢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呢我可以在2022年的时候再去尝试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